十一 我若知道 你不想成我为徒 我绝对不会留在西州 师父 我想回西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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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崔姑娘 广连王在殿外求见姑娘 末将请她回去 就算是本王的请殿 也是在宫里啊 怎么能拦着广连王呢 请她进来吧 是 等等 我不舒服 怕她进来无法应对 这样还是请广连王先回宫吧 末将明白 来 怎么了 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殿下 她这是 军师 万太医过来吧 殿下你不是懂得如何昊迷吗 本王许久没有看诊了 生疏了 那让老陈来 还是换太医过来更加稳妥 殿下你又不是不知道老陈的医术 我还 好 老陈这就去换太医啊 军师 还是你给我看吧 我来吧 会感觉到 胸口疼 嗯 偶尔会气闷 也会耳鸣 有点 没事 休息两日就好了 那我立刻休息 不见外科 随你 你 救救离开多年 没想到这件事的另一个人 还活在过去 有缘无分 定然会铭记终身 当日在大殿上 崔公就是搬出了舅舅和崔文基的事情 劝说我 受崔氏之女为徒 来化尽两家的仇怨 若不是这样 我怎么能那么轻易地答应她呢 弟子不孝 让师父为难了 他怎么会先 让你解释一下 你不想回来 身体选择 你不想要留在西州 你不留在西州 那你去哪儿啊 你不留在西州 我 你不留在西州 让我过来 那位是 崔氏 崔氏仪 她是李氏七郎的女儿 是 又是高家欠下的一分血针 是 当初在太极殿上 我只是想着朝中关系 盘根错节 不能跟任何石家有关系 所以那个时候 无论你是催十一也好 你是催二十一催三十一 本王也不可能收啊 舍得下了 为老不尊 我大你不到十岁 哪里老了 可你是皇叔啊 辈分大 殿下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跟他见面过后 再回来找你 这么晚了 他找你做什么 是 hows 回来的 师父 我想回西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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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